三立新闻网 如果你也能聽得懂 那還等什麼 慢慢說要和你做朋友 其實我們兩個講話非常快 那有一次在表演的時候 我們有邀請康康哥 康靖榮大哥他來看 然後看完之後我們就說 康哥謝謝你來啊 然後就說 我覺得你很好 但是你們講話太快 要像我這樣慢慢說 會更好 所以我們就想說 對 那我們要練習 把講話的速度放慢 然後我們的音樂也是用最舒服的感覺 最舒服的方式 然後介紹給大家 對 所以就去慢慢說 對 這個不是虎爛喔 像這樣子 是不是覺得有點草率 我自己也覺得蠻草率 但是用了就用了啦 對啊 對 其實我們當初本來是沒有組團 本來是我幫他伴奏 然後表演表演之後就有歌名就說 那你們就很適合台上的畫面很好看 就乾脆組團好了 但是那個時候其實我們有想一下 因為我們知道 就是組團好像就是會直接 最後都會不好 對啊 那我們後來發現我們其實 我們工作上面其實是可以 互相幫忙的 然後個性上也可以彌補啦 對 而且我覺得最特別的是 就是我一開始有一些只有寫詞的作品 然後還沒有譜曲 可是我認識他的時候他彈吉他 我就覺得想說 那可以給他看看 然後我們試試看一起寫歌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想要很浪漫的感覺的歌 可是這次完全不是音樂上的術語 然後他的吉他卻彈出我們很喜歡的東西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大概花了十分鐘 就把一首歌寫完 對 第一首歌 對 一起寫歌的這個默契其實是很難得的 然後我覺得這就是我可以組團的原因 嗯 但是不建議大家就是情侶組團 也是蠻累的 所以是笑到大聲嗎 對 真的真的真的 你們要做好心理準備 真的要做好心理準備 真的真的真的 朋友是常溫的天長地久 好像覺得還不夠 愛人我想挑戰這個空缺 甜度始終 參與彼此生活 難過或是害羞 say no 就是在這時候 回 常有啊 常有 常有啊 就譬如說他就說 欸 你聽聽聽看我彈這個 我覺得這個很好聽 然後彈完就說 喔 欸今天要吃什麼 對 他就給我轉移話題 我就知道我會逼他說 你覺得如何 你覺得如何 我要得到一個答案 然後他最後是不是很慫 我說喔 不要彈 反作 反作 可是我覺得這樣也 就是我們會很直接的表達 感覺 那但是我們不會 不會說 因為不喜歡就打搶別人 就是不用 但我們會留下來 然後可能過一陣子 然後再回去看以前的作品 這樣子 對 所以還是會很辛苦嗎 就是要有 過人的度量 要有無時無刻都可以吵架的 那個心理準備 對 相處的最高境界就是 把對方視為浮沉 就是 就是他就在你生活中 像個灰塵 空氣一般 然後 你卻可以做自己的事情很自在 對啊 就是 兩個人相處就是 你還是會有個人空間 就是不要看到對方就有個人空間 講話都 都不關我的事 對 就是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我們也有這樣的喜歡 這是真的啦 就是像他愛打電動嘛 他打電動的時候 就是耳機戴起來 就是沒有我 對啊 就沒有我了 對啊 除了電腦壞 也會叫我去修之外 他們不會聊我 這次的新單曲歌名叫 然後 然後 CENO是 就是日本 日文準備開始的意思 對 那當初其實是 周美玲導演 在為一部同志的戲劇 叫未婚男女 找片頭曲 然後找我們做 對 然後那時候他就跟我們說 我們要一首 充滿愛的歌曲 可是歌詞裡面 不要有我愛你 嗯 不要我愛你你愛我 然後愛得要死 對 那我們就想到 想到CENO這個詞 其實是充滿了喜悅 然後很驚嘆的那種感覺 就準備好了的意思 對 我們都準備好了 那就很像戀愛中 戀愛開始前的 那一段曖昧時期 然後大家都準備好 我想就想跟你在一起的 那個心情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 當作主題 然後寫出CENO這首歌 然後也是充滿了愛 然後準備好這樣的心情 然後希望每個人都可以做好 準備接受愛情的心 那些句點 也許遺憾還有一些 總會遇過晴天 也強留黑夜 我決定 離開你 才是標準解體 沒有一點要因 MUSE就是我們的公司 簽約大概有五年吧 嗯 五年多 然後 我們的公司是日本很大的一個經紀公司 然後我們的師兄是什麼 福山雅治嗎 對 我們師兄是福山雅治 還有南方之星 大前年 福山雅治又來台灣宣傳電影 對啊 然後那個時候我們兩個就是 他有安排我們去跟前輩打招呼 然後他就一直擠在最前面你知道嗎 因為其實蠻多人 還有一些記者 他就是第一個就拍到那個 那個最前面 我想說 矜持矜持 他就插到最前面 就是 對啊我覺得 加入MUSE的好處 是可以遇到很多我們的偶像 像福山雅治 然後還有玩OK Rock 來台灣的演唱 或者我們有去後台 也是跟他握手 而且那個Taka 就主唱Taka的手非常香 握完我還一直聞 因為他才剛插完香水 他握完他現在一直這樣聞 他說我今天不洗手 天啊太香了 除了這個好處之外 我覺得MUSE真的很用心 因為像我們的小表演 就是那種小巡迴 Live House 河南留言 他們還特地從日本 飛過來看我們的表演 就是一種 就是真的很大型 很貼心的感覺 對啦也是會學到他們 比較嚴謹 就是他們對於Live 像我們可能一般習慣 就是各單排完中間的話 就是平常發揮 但是他們會希望你是講話 以主題性 講話其實是順著歌 把人家帶到那個情緒裡面 再開始唱歌 對啊 所以我覺得在音樂上面 他們給我們非常非常多的支持 這樣子 我真的真的 逃天 下雨天 我懂得認爲什麼不出現 逃天 這個下雨天 這樣的心情是光明了 房外的天氣 冰箱裡沒了飲料 窗外熟悉的味道 都沒有好像有點感冒 鎖緊被往裡 忽略雨下的季節 噴嚏海時 倒個霧梯 秋這天氣全部淘汰 那個給我騙笑 就想說是假的吧 對啊 因為是小S姐班的 對 那時候班獎人 他很愛開玩笑 所以我想說 你應該不會在這種情況下 你跟我開玩笑嗎 譬如說得獎澤是慢慢說 旁邊的誰誰誰這樣子 對 我們想說是真的嗎 沒有我們是等到那個 因為Gentlemen坐我們前面 他們跟我們一起入圍 那一件 我們等到Gentlemen 全部轉過來 然後跟我們握手擁抱的時候 我們才覺得是真的 這樣子 對 對 因為看到他們臉上就是被送我們表情 我只有真的 怎麼這樣 開玩笑 又是開玩笑 我還沒跟你計較 你一直偷抱別人 沒有 而且我很生氣的是 你知道那個時候我就 最後回神過來 因為腦袋已經空白 我回神過來才發現說 喔 沈志豐沒有抱我 就是 就是得獎之後 他就是一直去抱所有 左右 左右 我一直抱左右 我一直抱Gentlemen嗎 對 抱完之後想說 嗯怎麼沒有我 對 就我跟著 跟他計較很久 對 以後會記得 禮貌嗎 不要失禮 穿起了外套 冰箱裡沒了飲料 穿完手機 的味道 五秒 好像有點感冒 鎖琴被往裡 我們現在正在籌備第二張單曲 對啊 然後之後的話 其實都會有一些表演 像比如說我們還要去上海表演 對啊 那如果想要知道我們的資訊的話 可以上慢慢說的粉絲專頁 對 在Facebook搜尋慢慢說樂團 其實就可以知道我們的境況 這樣子 沒錯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們 前兩張專輯 第一張是Murmur Show 第二張是驕傲的愛者 對對對 那閒暇的時候也可以來看我的實況台 在Twitch上搜尋那個Fredda Lee 就是Fredda下底線利就是我這樣 因為平常就是很窄 就是打電動 完全變一個人 人格大變 雙子座另外一個性格跑出來 沒有錯 沒了飲料 穿完熟悉 的味道 不妙好像有點感冒 錯進被我禮物 忽略雨下的激情 噴嚏還是 大哥不提 謝謝一直支持慢慢說的你們 然後就是我覺得你們非常有品味 相信你們的執著 直覺沒有錯的 也是相信你們的執著啦 謝謝你們如果沒有你們的話 其實我們也不會走到今天 對 早就放棄了 真的 感謝大家